如果火警初期安全的情況之下 可以自己嘗試到火警 因為其實在火警剛剛起的時間 其實它是比較容易消息的 現在我們要再點起火警 好呀 先聽聽 那最容易啦 其實我們家裡最容易找到的是水 那水 你剛才我們前面都示範過 幾滴水就已經可以放進一個火警初期的火 如果大家家裡有煤煎和火煎都可以用的 在火警初期我們會叫它燃料主導的火警 什麼叫燃料主導呢 其實它現在需要的是一個燃料 而空氣對它來說未必是這麼重要的因素 我們現在嘗試限制空氣的進入 看一下會有什麼影響 現在已經在發展間的階段 燃料已經有了 燃料開始變得很大 空氣力已經很重要了 因為剛才我們單一關 限制空氣進入 全部火已經關掉了 行不行 可以再一次 再一次 我們關門 限制空氣的進入 看到嗎 本身不是很多煙營 但是我們限制空氣進入的時間 因為它裡面是門燒的 所以產生出來的點比較多 其實我們關門已經關掉了 如果大家在家發生一個火警 而大家又不懂得逃生的時間 其實關一關門 對消貨門的幫助很大 因為其實它現在最需要的是一個空氣 如果你關門的時間 限制空氣 那麼火呢 未必會燃得那麼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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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火已經是一個燒發展的階段 看到開始的時間 其實有些火不會舔出來的 就是現在的火勢已經發展到比較大 舔出來的了 パーカ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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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開了側門,見到前面有個屋頂的物體 其實我們模仿是我們的走廊,因為香港我們的居住環境比較擠迫 其實我們在Hotel出來的時間,其實是一個室內的走廊 一個室內的走廊,如果我們不關門,飲洋去燒 其實很容易這個火警就會由你的屋子燒出去那層公屋的走廊 其實變相都是將火場擴大了 就算火不燒出去走廊,見到那些煙都出去了走廊 其實都會影響你們的逃生和我們燒國營到場的工作 現在我們關了門,見到很多煙走出來的 我們要來騙大家看 我們要去吃東西 我們叫做一個寶寶 我們要去吃東西 我們要吃東西 我們想吃東西 我們要來吃東西 我們要來吃東西 車輪 看到剛才那個煙出來很重 現在我們這個位置是可以一點煙散 但是如果大家想一下 大家存在那一層樓 那一條走廊 近來很多時間都是這麼封 如果這些煙不斷地產生 而又散不走的時間 那個走廊的情況 是不是會變成其他 我們現在嘗試 我們在製造一些煙 我們嘗試煙像那些煙 那為什麼要煙像那些煙呢 目的都是告訴大家 其實一個火牆 它最主要的燃料 其實都是那些煙 最危險的也是那個煙 知道嗎 煙是變得著的 而且可以留意一下 剛剛一開始煙的時候 煙不是那麼濃的 剛才那種煙得著的煙 是不是啤啡和黃 衝出來的時間 很有力 這些煙其實很大機會都是煙得著的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煙的時間 就要小心 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穿的 好 那剛才跟大家說 火警比較小的時間 大家可以嘗試去用自己的方法去構思它 但是如果火火要這麼大的時間 大家沒有辦法構思了 那怎麼辦 要怎麼辦 走吧 逃走的時間 記得我們教過大家 逃走的時間 要帶什麼 鎖匙、電話 逃身衣服、鎖匙、毛巾和電話 鎖匙 為什麼要帶鎖匙 有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可以回家 因為你出去逃走的時間 未必確保外面的環境安全 如果外面的環境更安全 可以讓你回家 但是那次 電話就可以拿來打救一救 如果有什麼時候的時間 毛巾就可以用濕張毛巾 捲住自己的口鼻 未必受到濃一點的影響 OK 好 那麼逃走的時間 提醒大家 都盡量選一條 沒有受濃天影響的樓梯去行 如果你們走走走發現這個 走走走發現這個樓梯受到濃天影響 可以嘗試一下 用另一條樓梯 或者其實 真的 十分鐘之間 回到自己家 找消耗完整 救你 這個 就會比較理想的示範 其實現在 現在的火已經是去到一個 全面燃燒的階段 全面燃燒是說 一個空間裡面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盡了火 對不對 這個我們看到是全面燃燒 我們來示範一個極端的火警現象給大家看 叫做煤燃 煤燃 煤燃怎樣產生呢 煤燃其實是一個缺氧燃燒的環境之下 突然之間有大量的空氣進入 其實它就會產生一個會議 剛才完成攻擊 我們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剛才說過 其實這個火場之間最需要的是一個氧氣 你看看 在一個氧氣 之間我們給了兩面的氧氣 其實那個火力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給氧氣 它是不是會慢慢這樣 暗色 是不是暗色 但是如果突然之間大量的空氣進入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火球出來 OK 因為其實 血氧燃燒 它裡面其實那個燃料還是繼續產生 只不過它沒有一個氧氣打動這個火 但是如果我們不給氧氣它 它就會有一個這樣的火势出現 我們再試一次 最後一次 我們再試一次 最後一次 這些情況通常怎麼發生呢 可能是火火場 門和窗都是關的 但是突然之間 窗爆了 是不是會有大量的空氣進入 都會有這種情況 對了 就是這樣 它其實出現之前 它都會有一些鮮潮 大家看到那側邊 它很厲害 特別濃的 所以如果真的看到那側邊 就真的要小心 OK 這一次的見面就到這裡了 好嗎 在你們的身後面 緊接著會有消防 我面負責園的一個懷孕 大家可以來看 好嗎